而为了要行销花莲的豪米 花莲县的龙凤甲两指稻米运销合作社 和花莲网市健康猪肉两大合作社携手 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协助小农 来推广优质的花莲农特产品 而22日则是前往了台北的果冰饭店 来召开记者会 希望能够增加花莲特色产品的能见度和曝光度 为了行销花莲好商好水运营出来的 花莲豪米以及龙特产品 花莲县龙凤甲两指稻米运销合作社 花莲网市健康猪肉两大合作社 共同吸手来协助小农行销推广 花莲优质的有机龙特产品 22日在台北果冰饭店举行记者会 总统发言人Glass也应邀出席 来大大的行销花莲的龙特产品 我们靠着这些灵魂也协助了我们部落的老人家 日经关怀战 我们每天每天的一天一天的过 有老婆的文化全场的过代 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跟在场的所有 我们相关的机关单位 还有我们的通路商说 我非常愿意当各位的代理人 我非常愿意当我们花莲农场里的代理人 你们的饭店你们的通路有要销售 行销采购我们花莲的花莲的猪肉 花莲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都非常到你们的店里到通路去行销 我们花莲尤其是南区我们农产品 希望政府还有民间我们一起努力 在这边要特别代表我们花莲所有的农民 并且进行南区的短线 我在这边总统欢迎了要跟各位 所有的通路商还有关系我们农产品的单位 要不提供 跟各位拜托大家一定要多采购我们的农产品 谢谢大家 关系农牧甲良子盗明 营销合作社理事主席 公文俊表示 这是广要各个饭店采购 有机店 电商平台 农产 营销公司等相关业者进行 媒合以及业结盟 为农民们创造利基 为合作社创造商机 为地方产业带来生机共创商营的局面 坚持了24年打那品牌 华业也跑了4年8个月 一直还被判1年6个月 但是坚持当然到后来贫富了 但是我们的通路也非常感激 今天在场有统一生机 有主户联盟 现在是我们的客户 但是我们这回战还不够 因为花莲有很多很好的农民朋友 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坚持 他们也同样会碰到我们同样的困境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来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机场的这种活动 就是透过了怎么样 媒体的互动 通路的联合 通过行销的说法成功进入台北欧华酒店 瑞瑟天河饭店 高雄亥来饭店 火星饭店 成为顶级料理的纸丁 肉米以及肉品食材 加上农粮署 冬季分属 花莲政府 花莲区农业改良产的努力之下 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的能见度 以及曝光度 记得蒋邦彦 台北社报道